怎么产生比较简单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这个户籍地 干脆我们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叫户籍地 产生这个 可是这个里面资料 基本上呢 我的来源是从户籍地底下这些 Ctrl C好了 贴到户籍地里面 这个工作表 那可是问题是 里面会有重复的吗 那怎么办 资料里面有什么 移除重复吗 有没有标题呢 这边没有标题 打勾取消 按个确定 它就留下什么 十个 OK 十个没有重复的县市 假设吧 这个是我们要的清单 那特别注意 这个清单我是放在一个工作表 叫户籍地 的第一列到第十列 的A栏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把那个资料 输入进去的话 我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当我什么启动这个表单的时候 接下来切到那个home的地方 记得哦 在表单空白处点两下 因为我希望当什么 当表单载入的时候 那我同时呢 也把清单给放进来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 因为表单的设计哦 牵涉到一个事件驱动 当这个表单怎么样 诶 click click 点它一下 好像不太对哦 所以你把这个事件按一下 它有这么多 其中请你选一个对的 当什么时候呢 当表单启动 哪一个单字比较像启动 对应该是这个吧 activate这个吧 比较接近嘛 其他其实哦 initialize这个 这个叫初始化 有的时候也会写在这里啊 不过 感觉这里比较不好找 这个好像比较好找 OK那不然这边 因为写两个地方都可以啊 那不然就写在这里 activate这个哦 当它被什么 activate就是变成启动的时候 那所以这个click 这个事件可以删除 那它事件驱动意思就是说 它也是一个sub sub就是程序嘛 对哦 那也就是当它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 它会去执行这个程序啦 那程序就写在中间 做什么事呢 把那个我们的户籍地的工作表啊 帮我怎么样 放到那个我们的清单里面 那那个清单哦 其实它那个名称叫 如果我们都没修改的话 这个名称叫combo box 1 所以把它combo box 1 把它复制啊 或者你直接打这个combo box 1 点 那增加清单哦 里面会有个方法 叫什么呢 其实它也猜得出来 就这个嘛 add item嘛 增加项目嘛 OK 那我的项目来源在哪里 工作表 所以这边的话 我要告诉他说 哦 我在工作表里面 啊 序齿哪个工作表呢 就是那个叫户籍地的工作表 在这里面的什么 因为我们是跨工作表 所以为什么你想说 老师前面你为什么都没有写这个工作表 那这里 因为我们是要跳到别人那边去 抓资料 所以是在这个里面的sales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个sales 哪一个sales呢 它的第一列 里面的A栏 对不对 抓 这样的话就抓什么 抓第一个 所以如果你把它启动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会抓台北市 但是我们有10个 那怎么抓呢 基本上呢 再来就怎样 把这个 Ctrl C 是不是 然后Ctrl V 对 那这边改成多少 改成2吗 是不是 然后再执行看看 诶 有第二个出现了 当然不是啦 我这 只是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1到10的话 那你又要怎么样 对 所以为什么要写回圈 你如果不写回圈 可不可以 也可以执行 你一直贴10行 对 然后就执行也可以 但是你回圈的话 只要头跟尾就好了 不过我看过 真的有很厉害哦 有人真的就是不写回圈 我看他城市 好多哦 100多行 OK 都一样 只是在变更这个数字而已 可是他VVA也写完了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了 因为可能有些人还是对回圈有障碍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觉得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 你就打一个回圈 对不对 回圈其实你打久了 你会应该很习惯 FOR I 等于多少 1到10嘛 Enter两下 再打个NAS 我给你打个10次以上 你应该就 闭着眼睛都会打了 对 可能你们还没打超过10次 打超过10次应该就熟了 好 那再来呢 把这一行 直接拉到中间 按个TAP键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TAP就缩排一下 这一行就不用了 把这边改成I就好了 诶 写好了 对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以后反正你写回圈之前 没关系 你就先写一行 然后再写第二行 之后你应该就知道 怎么把它改了 OK 回圈写完之后呢 记得把它执行一下 直接在这边执行表 因为现在在U12FORM 所以执行它 下拉清单有没有出现 出现了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做表单 有没有 我讲过了 尽量让使用者用选的 你给他用选的 他就不会犯错了 但是你给他乱拆 他不知道 这应该怎么输入好了 他不知道就随便乱输入了 那当然就造成 你就麻烦了 尽可能 你先给他规范 之后就很简单了 最怕是你都没有 就让他随便Free了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 造成问题 都是因为大家都太Free了 因为很Free 没有规范 你没人管 那就乱了 对不对 所以你给他规范了 他就自动选 应该选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增加一个下拉清单 你要确定一下 应该是combo boxe 也是一样 你点亮 这个地方 点下去 如果没有出现下拉清单的话 表示你这个名称 可能不叫这个 真实的名称 请你再去check一下 OK 然后add item 后面这些东西的话 就把它加上去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 你的表单里面 就是有好几个下拉清单 那你就让他用选的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会减少你很多的麻烦 尽量自动让他产生一些东西